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本期我们请到的奖区嘉宾是世界冠军唐伟星九段 唐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韩国的安成俊 他只黑对战Master一盘棋 我们话不多说就先来看看棋局 安成俊是黑棋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Master总是喜欢下这个方向呢 哪个方向 只有这个 对 这个问题确实不知道 他随机的 他拿来不是随机吗 我们也不知道 随机应该也是有一个偏好吧 是吧 那可能就偏好到这了 这盘棋他们两个都是各自手脚 然后连片 现在Master是掉在这里 对 这几手棋确实是那个新手 这个位置你们一般下很少吧 嗯对 下很少 总是觉得一个大飞脚嘛 你这样下就是帮别人走棋 特别是他前面这几手棋下完之后 我总觉得一般来讲如果这么下的话 肯定就觉得肯定是臭气 嗯 那这一条感觉是下的特别的那个淡平淡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整片 然后特别是如果这地方以后被别人走到的话 我感觉总是时空是损失很大的 嗯 那现在你觉得这个局部它还行吗 嗯 这个局部如果怎么说 这个局部 实际上在我的判断的话 我要是想下 我要是下白棋的话 就是说我还是西面有点没点 虽然是白的肯定是不坏哈 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下白的 反正一般有点心也没点 总觉得这黑的这块空挺大 比如说黑的这边拆一个 这块都是空 你白的这边能撑多少这东西都说不清楚 你至于打入这边的话 打入这边就底下别人是漏尔风的 这个子还是很轻的 就感觉上的话 就是白的也不坏 但是总是觉得它白气有点心虚 嗯 所以你们一般不太敢这么走是吧 就是损这么多实力的感觉 嗯 对 安诚军事件碰上来 比那个拆还要大 对 力 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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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们来看MASTER是怎么能够利用这一块 把它子效提高的 是大 嗯 嗯 嗯 它在这简单的这么一走之后 好像它是不是要弓这块黑漆了 嗯 它看起来好像是要弓 但实际上这些也不是很好弓的一个漆 它是在这个身体下一个武器里哪有力的 还是要弓的一个它是要弓的一个 去锁一下 都是要弓的一个家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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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。 嗯 打吃 没力 它断在这 它这个是适应手吗 嗯 对 它这个地方是适应手 好 没走 走这边 嗯 Master在这一连串的这个 这个手段 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它这一连串呢 它这一连串的话 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困难 它这一连串 我觉得它适应手的话 可能是想要从这边怎么 要攻击这块 肯定是要对这个做什么 嗯 但是这个 就是说 这一连串 这几手棋 到时候还没有怎么损 但这几手棋 感觉其实是有一点损变化 就让黑的全部都爬过 而且你这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厚 这地方现在这些 所以说这棋 如果这样这么下的话 需要有很深的计算 才能 那个 就才敢那么下 要不然的话 就搞不清了 这几下感觉是有点损的 嗯 就感觉有点损失地 嗯 其实Master 是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还是在计算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它 你看它 大家说它大局什么 其实它大局 都是建议在计算上 计算上 是吧 对 如果没有计算的话 它那个大局就很难讲了 是 嗯 它是立那边 立 然后它这地方 是就走到这儿是吧 然后长出来这个 对 然后我记得是打持一个顶了 这是一块下的吗 它是直接靠这儿 直接靠的 嗯 然后会起立 嗯 嗯 然后断打 这一连串 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能看懂吗 嗯 这一连串其实 其实 怎么说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就是说以后它要留一个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打过 打过之后这以后 如果是这边骑紧的话 有可能搬一个怎么着 就有一定可能性 但是 其实我觉得没骑 嗯 其实我觉得没骑这地方 就算别人猴一个 一只眼这地方跳 也跳不出气来 嗯 其实没什么骑 那它在里面走这些 是干嘛呢 我想想这地方有没有骑 如果说打完之后 去这边搬 退一个 的话 站住 走 没骑 它走什么 其实我也不能理解 它 它为什么要走 其实这地方作为劫材的话 都挺好的 它又是走这种损劫材的骑是吧 对 它其实没必要走啊 你现在没骑 我说气紧了之后 好像都没骑 你更何华现在气不紧 这几下 至少是到这个为止吧 至少是到现在为止 你这两下肯定是决限嘛 对不对 这两下肯定是决限 你肯定当你来说是不应该走的 嗯 我就确实搞不懂它什么意思 搞不懂是吧 搞不懂 我们确实也没办法拿这个Master 但是Master虽然损劫材 但是它在真正跟你打劫的时候 永远不会差劫材 所以它给你打劫的时候 它已经算轻了 对 就是 它打劫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当它输不起的时候 它就下得特别好 嗯 其实这几一串下来 其实你看啊 这几串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话 到现在为止 它就给你吃掉 你这地方 你当时觉得有点损失控 其实现在看来这几时候 其实你的效率就已经很低了 嗯 本来是白纤厚的时候 这几下是有点损 现在黑纤厚的时候 全部都是被它给寄用到 你的效率很低 这边它就给你吃了这个 这个 相比鲜蛋糕 嗯 就是它吃这个 其实没花多少手期 对 相比鲜蛋糕 那时候实际上 马斯特肯定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是吧 嗯 那这块你觉得 黑纤厚有明显的应对失误吗 还是马斯特哪有明显下出彩的地方 这块 嗯 我觉得这一代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这步棋的肩顶 可能是有点失误的 他肩顶的时候 他肯定是想攻击白旗 觉得这地方自己的子效多 他想攻击白旗 但是被白旗一跳 他又不知道怎么攻击 最后 这地方相当于 被白的纤厚贴出一串之后 白的一线动手 最后发现就黑的特别棒 我觉得这种棋的话 可能应该从这边考虑过来 从上面走要好一些 是吧 对 从上面走要好一点 白的如果能慢慢在底下飞的话 这个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嗯 嗯 好 那被白旗这个 应该说这是闲手吗 闲手吃掉是吧 对 闲手吃掉 对 你知道当光连回 闲手吃掉 当光连回 这个黑旗下的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对 这肯定是有问题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 目前你看可能就是这手棋是吧 对 这手棋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但白旗后面 这手棋死完之后 在一飞的时候 这地方 就是有这一道 这地方 它联络没有什么问题 这棋其实已经很难办了 嗯 可能最后这地方 只要再跳出来棋子 其实白旗如果不吃它 我觉得整体功的话 实际上黑的也是很难办的 但是他算清楚 他觉得吃完之后 在一手赢了 嗯 那这盘旗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觉得这个黑旗空围的还是挺大 然后你觉得白旗 这也不知道将来能发挥成什么样 但是实战master告诉我们 他在这一挂脚 然后随便这么跳两手 然后把你这个子圈进来之后 就以很高效的方法把你吃掉 然后他就已经优势了是吧 嗯 它从实战上看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黑的肯定有点下的 有点问题的 其实这些棋子 就是白的好像这样贴下 好像这边也挺厚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边黑旗 能够处理得当的话 这棋其实也是有点不一定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盘旗黑的还是这地方 这个坚定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连上去 连上去的话 这边它这个厚实用处就不太大了 嗯 就是它没有把中间这块安顿好 对 这块没有安顿好 嗯 你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简单的来摆几手看看后面 这一跳就基本上已经相告胜利了 刚才你说了 这后面可以看出黑的这个 进脚去破空的时候 白的其实这地方 我觉得如果直接杀的话 是不能杀掉 我都觉得很有可能 我觉得这棋直接杀的黑它不是很危险吗 哦 但是Must好像就无所谓 所以它在那边走一走 嗯 然后它就觉得好像就够了 这地方粘一个吧 粘了 对 对 它走一走就觉得够了 它也不杀你 这地方是不是爬了你看 没有 目前还没爬 对 嗯 它就把这个给断了什么的 这断就相当于差不多 这个黑的就死了就起 嗯 它就根本就没想杀你 这地方就像黑的这么作火 其实下到这个地方 其实这些下完之后 对 就Must之所以不杀你 就觉得它就觉得它赢了嘛 嗯 那如果它它绝不太够的话 肯定就有块杀了 嗯 对 这棋你看都下这么稳定 其实 后面虽然说输也是输了一点两半 嗯 但是 其实早就已经是不行了 对 其实早就也不太行了 嗯 你到现在Must相当于是退让吧 你这块其实都放活了 还放活挺大的 是吧 对 放活还挺大 嗯 好 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 这盘棋也就差不多了 嗯 你看这个确实活得还特别大 就像你说刚刚还有危险能够杀掉 Master也没有杀 这说明它这个优势意识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这盘棋呢 我们的精华大概就是在前半盘这部分 嗯 就是在白棋柱棋 这个连唐伟星都不知道是该怎么发挥的 这个 这不算外事吧 是吧 也算是外事 算外事 对 这么一到外事之后呢 它是怎么来运用这道外事 发挥的这么淋漓尽致 先手吃掉这筷子 效率还是挺高的 对确实 嗯 那我们今天就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